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鼎记 笑傲江湖 射雕三部曲这几部作品 金庸其他的作品与这几部作品相比 都要逊色三分 当然其他的几部作品依然有很多精彩之处 比如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两部作品 金庸在创作它们的时候 可谓是满腔热血 颇具雄心 这两部作品虽然不如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这些作品经典 但是这两部作品却堪称金庸最具雄心的两部作品 因为其中一部直接致敬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 另一部也不该落后 而直接致敬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 这两部作品就是金庸最初创作的两部作品 分别是《书建恩仇录》和《碧血界》 在《书建恩仇录》里 我们处处可以发现 很多地方的描写都是在向水谷传致敬 比如《红花会》是指 敬梁山伯 《红花会》的十五个当家是致敬梁山伯一百零八将 《水谷传》里梁山好汉们兄弟之间动情众矣 而《红花会》的十四个当家也都彼此情同受足 《梁山好汉》里有一个道长若云龙公孙盛 《红花会》里那二当家吴臣也是也个道长 《梁山好汉》里有一个志多兴不用 《红花会》里则有一个七当家吴诸葛徐天红 《水谷传》里有朝盖等一伙人去救宋江的英雄故事 《初见恩仇》里同样有陈家洛 等一伙人去救四当家文太来这样的英勇事迹 除此之外 《初见恩仇路》还有很多至敬水浒传的地方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碧血界 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主要讲述了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 最后曹操家族的魏国 孙权家族的吴国 刘备家族的蜀国 这三家三分了天下 三家当中曹操家族的魏国 实力最为强大 于是 便有两孙 刘两家的连 最后三个国家偶被曹操卫的权臣司马家族建立的晋朝 给灭 在碧血界中 当时的天下也有三股大的势力 一股是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 一股是山海关外的满清势力 还有一股则是李自成的大顺军 三股势力中 实力为最强大的当属李自成的大顺军 李自成的大顺军兵封直指北京城 崇祯皇帝身边的太监曹化淳 劝崇仁联合关外的清军 一起去打李自成 然后给清军一些好处 曹化淳的这条计策 颇有些刘村两家联合抗朝的意思 但又并非完全相似 毕竟历史背景不一样了 崇祯是个硬骨头 当然没有听从曹化淳的建议 后来李自成灭了崇祯 也灭了大明王朝 其后山海关的吴三桂投降了清军 与清军的权臣多而滚 联手灭了李自成 最后清军入关一统了天下 至此大顺 大明 大清这三国尽归于大清之首 书建恩仇录是金庸先生的第一部作品 必须见识金庸先生的第二部作品 金庸先生刚出道的两部作品 就直接至尽水 曲传和三国演绎这两大名著 金庸先生的这番雄心壮志 但真是令人钦佩无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钦佩 钦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